男人 伯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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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 記者大愷今天來到了 市東市場 市東市場的傳統市場 什麼好處 一應俱全 要什麼有什麼 而且我們今天 KEEZY的套罩 我們就要來傳統市場闖一闖 馬上來到這一攤 哇賽 百貨 太厲害了 老闆娘 老闆妳好 我是大凱 你好 早 嗨 老闆 可以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冬天要到了 而且越來越冷 冬天要吃什麼東西 能夠蘇金活雪補一下 老薑最好 老薑 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人家都說 薑有老薑跟嫩薑 對不對 老薑跟嫩薑到底要怎麼分別 它有分年次 有分年次 對 這幾年次的 這一年以上稱老薑 一年以上稱老薑 你種半年的時候稱粉薑 剛長出芽來那是嫩薑 就這個 這個是最嫩的小嫩薑 在這邊 對 很小 這個是最嫩的 這個是嫩薑 然後這個都是已經長成一年以上 對 所以這是老薑 老薑能放 你買到粉薑的話 大概兩個禮拜 它就乾掉了 乾掉其實也不會壞掉 只是它的那個 水分不見了 水分不見了 然後再煸炒它的時候 變成香味出不來 對不對 對… 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比如說我們今天要來買老薑 我們要怎麼樣挑一個 好吃的老薑 看它的 長的每一個你看 每一個都是直直長長胖胖的 有沒有 很均勻 對… 有比較差的薑 它比較便宜的薑的話 就這樣子 喔 軟軟軟軟這樣子 對 有差一點嗎 有…差很多 就是它的等於說結成的這個 脂幹沒有那麼長就對了 對… 那個就比較漂亮 所以我們要買薑體完整的薑 叫做好薑 對… 老薑就是我們台灣的人生 就是老薑有一個名字 叫做平民的人生 對… 對… 早上兩片薑的話 就像吃人生 輕微感冒都可以吃 如果喉嚨有痛的話 就不行 它會患對不對 對… 因為吃薑我們知道 它是會發的嘛 對… 而且現在在坊間上面 其實有很多非常好的商品 都是將這個 薑的元素提煉出來 對 比如說洗髮精 對不對 可是你最好就是薑直接吃 不要再去加 不要去提煉 提煉的話會加東西 那你既然講得這麼好 我們剛剛在講說 薑是老的辣 為什麼老薑會辣 因為嫩薑的話水分多 嫩薑水分多 對 它比較不會那麼辣 所以剛剛那個就是老薑去炒 對 像那個什麼 嫩薑的話 一般都是醃漬來吃 它不辣 你只要用鹽巴去 它的水去掉就… 在日本料理店有沒有 對… 就是吃薩絲米會配的 對 壽司都會配 了解 至於薑要怎麼樣做一個好料理 薑切成七片就是 薑… 薑…